美國老貨輪燈塔還出得了海嗎? 上週美國貨輪燈塔出海遭遇滑金颱風 導致引擎損壞 貨輪竟憑空消失了 令人難以自信的是 為什麼1975年製造的貨輪還會在海上行駛 美國港口之間的航線受到窮司法保護 讓在船上因工作而受傷的工人 可以向雇主索取賠償 沿海貿易的條規也保護美國貨輪 不受到其他國家競爭者的影響 其中在美國港口之間運輸物品貨輪的船隻 必須是美國製造屬於美國公民的財產 而船員也要是美國人 換句話說 這些條件導致運輸費根本貴到爆表啊 USA USA 除了外送披薩 當然是開環保一哥Prius 誰會想要開狂吃油的凱迪拉克老爺車啊 同樣的我打死也不錯飛了40年的老飛機了耶 唉 到底這艘船在海上幹嘛啊 窮司法又是為了誰的利益呢